各位观众好,今天是5月24号,欢迎收睇新闻室一段新闻 这次我们在现场报道,在哪里呢?就是在伦敦的Central Criminal Court 跟进的就是香港ETO涉及间谍案 今早我们9点多钟已经去到现场 跟其他行家以及居住的媒体等被告进入法庭 我们先看看今早究竟现场情况是怎样 还不来 竟然是有品 就是一些传统的脚统 像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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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他離開的時候也好像很有自信 也都氣定神閒 好像跟上次在Westminster那次的職場的神情差不多 至於袁松彪 袁松彪其實整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跟其他傳媒紅家等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才離開 我們又看看他離開時候的片段 袁松彪怎麼看其中一個被告已經死亡了 現在怎麼看案件的法則是怎樣 袁松彪你才認識特審的 對不起 你怎麼回事你怎麼回答問題 袁松彪是不是一定有回人幫忙 你怎麼回事你怎麼回事 我現在已經是寫寫了 對不起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為什麼回事 自己人身安全 你親手來加超嗎 你有沒有看現在案件發展? 謝謝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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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完重標,其實他在庭上的表現也是相對緊張一點、謹慎一點的 面對法官說話的時候,其實他也是比較繃緊一點 相對於偉智良來說,其實不是那麼自在 至於香港駐倫敦ETO的官員,包括副署長王凱寧,以及他的同事 亦都有來停的,無論是今早來到法庭,以及離開法庭的時候 亦都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其實無論是偉智良,以及袁松彪 他離開法庭的時候都沒有回答任何記者的提問 但是袁松彪的問題是牽涉到什麼呢? 就是究竟知不知李家超,對李家超的印象是怎樣 另外就是對於這幾個案件的發展是怎樣 對於現在被告,其中一個被告,Matthew Trigger死亡,究竟有什麼反應 等等其實全部都沒有回應,甚至乎因為他戴著口罩 也都不知道他的那個神經是怎樣 至於偉智良其實同樣都是,究竟問他究竟案件發展是怎樣 有個被告已經死亡,究竟是怎樣呢? 全部都是沒有回應的,至於你說香港ETO究竟他們有什麼對策 就是袁松彪有沒有繼續上班,也都是完全沒有漏出半點口諷的 這次都是我們第一次去到英國的法庭去聽審 以前做記者的時候,在香港的庭就經常都去了 無論是初級法院,即財務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甚至中審法院 我都去過,但是其實就在英國的法庭都有些分別的 如果香港聽審都相對輕鬆一點,無論你是記者席 或者是公眾席,其實都是可以帶電話進去的 但是當然法庭裡面有很多規則,包括不能夠去攝影 不能夠去錄音等等,香港法庭就是相對寬鬆一點 但是這次在Criminal Court這裡,非常非常非常之嚴謹 首先就是連電話,任何的Electric devices都不能夠帶 包括就是你的手機,電腦,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一個Electric 就是那些Smart Watch,包括Apple Watch那些 你都不能夠帶進去的,還有些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袋裡面有香水,譬如說你有糖,真的可以吃的糖都不行 另外就是你的袋,Size都要限制的 就不能夠把A4Size大約,要小過A4Size的袋子才行 好了,我們一定有電話的嘛,那電話怎麼辦呢? 原來又有個機制的,但是機制就不是法庭安排的 只不過是法庭建議你這樣做的 在哪裡呢? 旁邊這裡,大約一分鐘路程,有一間旅行社 那旅行社就會給你放下你的物品 那其實你進去他都知道他做什麼了 但是很貴,告訴你一部電話,那就是兩磅 那最後呢,我們兩部電話給5磅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給卡的,又是5磅 minimum charge 然後呢,我們原來AirPod都不行 AirPod呢,就是 Earpiece AirPod都不行的 然後我們,原來我有帶AirPod,怎麼辦呢? 又再多一次去 然後呢,又要收到5磅 哇,真是好肉痛 整件事呢,只是放下你的器材 就已經給了10磅出去 整件事超級貴 那ETO呢,就是兩位官員,包括就是黃凱玲 其實有一個大袋,我見到他 另外裡面一定有些電話 那些那些 那所以呢,他兩個職員,包括他自己 都要去到那間旅行社擺袋 擺他的物品 那所以呢,令到黃凱玲 其實是很遲才進去court room 差不多完的時候才進去court room 即去到公眾職聽審 那裡面的感覺是怎樣呢? 其實裡面的法庭的感覺都很香港的 但是老實說,你覺得香港和英國的法庭 都是基本上一致的 那個制度 那那個設置又差不多啦 當然,法官的後面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farm 那這個就是以前香港都會這樣的 那裡面的安排是怎樣呢? 就是法官,然後就是一些法庭書記 然後那一排就是prosecutor 還有兩個被告的特別律師 然後後一排呢,就是 我看到應該是原從彪的那個solicitor 來的,事務律師來的 然後最後呢,就是被告了 原從彪,以及就是衛志良 那再加上就是衛志良的一個事務律師 那整個設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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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告是並沒有坐進這個犯人欄裡面的 那只是在犯人欄的外邊的位置而已 那整個法庭就是為了比較短的時間啦 那所以呢,這次我們這個經驗都是很好啊 我覺得 另外就是等原從彪,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那直到他離開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立刻又穿著機啦 哇,即是立刻一擁而上啦 那原從彪離開的時候呢 那外面這個central criminal court 外面呢,其實停泊了幾部的士 那原從彪面對那麼多傳媒呢 都好像有點緊張啦 那他去到一一架的士前面呢 那剛巧那個的士司機呢 就有,即是有客,等著客 那所以他第一次截的士呢 是不成功的 那跟著呢,就要走成分幾鐘左右啦 那去回大街,去回大街那裡 那就停在那裡截的士,又不成功 最後呢,才上到那一架白色的的士 那我們回來呢 下回來跟剛才說有客的的士司機說呢 就說是我們剛才等的那個被告來的 就regarding to這個香港的spy的案件 那然後呢,他就說 哇,我知道啊 我們的士司機什麼都知道啊 這樣,這個呢,我覺得是一個亮點來的 即是說的士司機,即是收多封的啦 還有我想他經常都在這些 那邊呢,就遊走的 那所以他們都非常之厲害 那那這次我們在 Central Criminal Court的 現場直擊的新聞室呢 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